小宝丽的大梦想 他是宝丽,今年八岁 他一直希望世界和平 七岁的时候,他就实现这个大梦想了 嗯,宝了 宝丽曾经一口气吃完一个大披萨饼 他曾经在比赛中击败一只老虎 其实那是一只名叫老虎的小猫 他曾经被一个女孩子亲过 是我的姨妈啦 不过,实现世界和平是他目前最大的成就 他怎么办到的呢 其实宝丽一点也不特别 一点也不比你特别 他到现在还不会吹口哨呢 你听 你看,宝丽的袜子总是左右脚不一样 他参加街头曲棍球比赛 经常是最后一名 宝丽却得意地说 我是唯一一个拥有名牌球局的选手 这么一个小男孩 怎么实现世界和平的大梦想呢 首先,他很友善地对待小动物 然后是大一点的动物 再大一点的动物 再大一点的动物 接下来,宝丽照顾土壤和花朵 嘿,小花,你渴了吧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宝丽念书给大树听 宝丽静静地听小河 说很久以前的故事 这之后 宝丽把注意力转向自己身边的人 他向妹妹道歉 因为他五岁的时候 常常欺负妹妹 可妹妹仍然很生气 所以,宝丽做了一个最棒的娃娃送给她 妹妹很快原谅了她 接下来,宝丽决定将她的行动带进教室 她开始专心听讲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知道吗 嗯,这位女士说得很有道理 莫里斯忘了带午餐 宝丽和她一起分享自己的午餐 谢谢你 宝丽常常开心地大声唱 啦啦啦 宝丽还常关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校长,我来帮您 不用客气啦 宝丽认真地干活儿 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她会自己嘲笑自己 也会和其他人一起哭泣 宝丽学会了 用一个杯子蛋糕可以解除误会 宝丽的行动 对整个教室产生了影响 啊 后来整个学校都变得很和平 她被选为副班长 班长 交通志愿者 生日派对主办人 和地球上最好的人 宝丽希望世界和平 于是 她对爸爸妈妈说 今天晚上之前 我一定要实现世界和平 妈妈想了想说 嗯 世界和平 爸爸也想了想说 嗯 在今天晚上之前 爸爸有办法了 这样吧 我们去周游世界 哇 好酷啊 他们乘着1968年的金龟车 出发了 第一站是家具世界 啊 然后是轮胎世界 啊 接着 运动用品世界 啊 下一站 玩具世界 啊 再到魔术世界 啊 保里把杯子蛋糕 和世界和平 带给了大家 在床变世界 送杯子蛋糕时 保里才发现 自己很累了 所以 他和爸爸 结束了这一天的活动 谢谢 这叫做 给予和付出 就像 送杯子蛋糕 一样简单 真棒 好贴心 好贴心 好酷啊 啊 当他们到家的时候 爸爸 隆重地宣布 现在进门的是 包里 他是一个 实现世界 和平的男孩 妈妈 热烈地为他鼓掌 包里 你好棒哟 这天晚上 爸爸妈妈开心地 举杯庆祝 拥有这么棒的小包里 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干杯 包里呢 在房间里打呼噜呢 他心满意足 香香地睡着了